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圣诞 李宗盛 圣诞 李宗盛 从创世以来就给你们预备好的国度吧 因为我饿了 你们给了我吃的 我渴了 你们给我喝的 我无家可归 你们收留我 我一部壁体 你们给我穿的 我病了 你们看过我 我坐牢 你们来探望我 大师一人回答他说 主啊 我们什么时候看见你饥饿而给了你吃的 或口渴而给了你喝的呢 我们什么时候看见你无家可归而收留了你 或一部壁体而给了你穿的呢 我们什么时候看见你生病或坐牢而来探望过你呢 君王便回答他们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凡是你们对我最小的一个兄弟所做的 就是对我做的 然后他又对那些在左边的人说 你们这些可咒骂的人啊 离开我 到那给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拥火里去吗 因为我饿了 你们没有给我吃的 我渴了 你们没有给我喝的 我无家可归 你们没有收留我 我一部壁体 你们没有给我穿的 我生病或坐牢 你们没有来探望我 那时他们也要回答说 主啊 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饥饿或口渴 或无家可归或一部壁体 或有病或坐牢而没有服侍你呢 君王回答他们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你们没有给最微小的一个人做这些事 便是没有给我做 这些服役的人要进入永发 而那些异人却要进入永生 一首是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请坐下 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 大家下午好 今天上午去参加团区的一个活动 他们很热情 就这个团体在活动开始之前 一直在唱歌 有时候也跳 他们为了庆祝今天的节日 就在那手足道的就开始唱 哇 基督 普世的君王 阿里路亚 让我也跟着 但是因为我太过于腼腆 也就放不开 也就没有跟着他们一起庆祝 那我们今天庆祝主耶稣基督 为普世君王的节日 在福音当中 耶稣也借着其中最重要的这一句吧 是对我来说 就是你们 要 如果你们没有对我最小兄弟当中 一个所做的 就是没有对我做 你们反而是你们对我最小兄弟当中 一个所做的 那就是给我做 那星期一会有好多孩子们 会有考试 面临这个学校里边的考试 因为昨天弥撒之前 有好多人把那个弥撒的意想 拿过来的时候 都在为他们的孩子 周一的考试祈祷 我就问那孩子们 我说你们害怕不害怕考试 哎 他们就那样吧 就无所谓哈 但是他们父母很担心 他们无所谓 我是很害怕考试 从小学到现在一直都在考试 最后这一次考试是在 就是语言课的考试 特别是在德国的时候 那学习有一个印尼的教授 他也是圣言会也是SVD 第一场考试就是跟他考的 那之前因为都是自家的弟兄 我就问他你可不可以问简单一点 或者说你可不可以少问一点 我担心考试会考不好 这个弟兄个人年纪大了 他不说话 他越沉默我就越害怕 结果到考试那天还好 至少让我通过了 考试哈 这个是人生当中必经历的 我们人生 有人说哈 人生也是一场考试 对我来说 我的圣招就是我的考试 这一场考试哈 才刚刚开始 我妈就经常问我 跟大家也说过哈 在圣神父之前他就问我 你准备好了没 他已经准备好了 那现在他就担心 看现在这个圣招不稳定 因为有好多的年轻的神父 离开这个职位 所以他也就担心 害怕圣招经不起这个考验 当然他也在为我祈祷 这一场考试才刚刚开始 到最考试的最后 就是主耶稣基督 在今天福音当中 所问的那个问题 你有没有给你生活当中 那最微小的一个弟兄 做应该做的 做主耶稣基督所教导的 那耶稣讲这个比喻 他的背景 是在巴勒斯坦那地方 白天的时候牧人放羊 他会把绵羊和山羊放在一起放 但是因为山羊 他喜欢比较温暖的地方 那个绵羊 他因为他身上毛很多 所以他静得起那个寒冷 晚上的时候 牧人会把这个山羊和绵羊分开 那个绵羊就在外边 那山羊就放到圈里边 或者放到比较温暖的地方 这是耶稣基督 就是他按照当时人的一种习惯 所讲述的这个比喻 那在耶稣那个时代 其实还有一本书 叫伊诺伊书 在这个书当中 他记述了当时人 用好多这个图像 用一些社会上的这个经历 他来描述 就是来警示这个人 说这个绵羊他代表的是光明 因为山羊他身上有那个黑点 所以这个山羊就代表黑暗 他就是 但是主耶稣基督当然 他也是用这个背景 来描述今天的这个场景 讲述这个比喻 我们每一个人内心当中 当然都会有黑暗 也有光明的一面 这个山羊不可能 一直都是山羊 这个绵羊也不可能 一直都是绵羊 你总会有做错事的时候 感到后悔的时候 内心不平安的时候 那这时候可能就是你 作为山羊的这个时刻 那但一旦你悔改 开始归向主的时候 那可能你光明的那一刻 也是你绵羊的这一刻 所以这个山羊和绵羊 就一直善恶 它总是在我们 这个人的生命当中的 每一个时代存在着 就看我们怎样去分辨 怎样去执行 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教导 你有没有为你身边 这个最微小的那一个 所做 德国有一个电视剧 叫布朗 发达布朗 就是这个布朗神父 这个电视剧到2014年的时候 就停播了 因为扮演布朗神父的 那个角色演员去世了 当中有一个采访 就问这个布朗神父 说你为什么要成为一个神父啊 他说我热爱这份工作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耶稣基督的肖像 所以天主用爱创造了我们 我们很相似他 所以我们要在生活当中 将用自己的行为 将天主这个肖像 生活出来 他就 只有我们彼此 能相处得好 别人才可以 就我们彼此才可以生存 别人也可以才认出我们 是基督徒 这是他在这个采访当中所说的 当然是个电视剧 但也不难看出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天主的肖像 都是基督的肖像 圣方七哥还被我们尊称为基督第二 因为他的彻底 因为他爱到底 爱到这个爱至成伤 就是像德列萨姆姆所说的那样 我们耶稣基督 他为什么能成为君王 就是因为他能爱到底 不是因为他的能力 他要派大军来 用武力来统治这个世界 而是他被钉在十字架上 因为他爱 他身边所有的人 甚至爱那些反对他的人 爱他们 爱到这个十字架上 被钉在这个十字架上 我们要效法的就是耶稣基督的爱 我们是耶稣基督的肖像 我们要将这个基督的肖像生活出来 那就是关心身边的人 因为这边的贫富差距 其实还挺大的 我有时候会跟教友们出去去探访那些家庭 探访生病的人 探访那些穷人 前三周之前 我们去看那四个家庭 其实生活条件都特别差 奶奶和妈妈带着三个孩子 住在那个家里边 还有一个老人 他是那个 Kalimata那边的 然后他在这边住着 自己一个人 儿子都在那个亚加达那边 他就一个人晚上的时候 他要出去去洗澡 上厕所 都在外边 这些生活特别困难 但是我们对他的关照 或者唐区对他们的关照 其实也不算太多 因为他们探访的时间 不会太频繁 还有你走到大街上 或者去逛街的时候 你会看到 甚至有些妈妈 她带着自己的孩子 在街上乞讨要钱 这些身边的这些人 都是需要我们去关注的 尽管我们 有时候可能会被骗 但是出于爱心 你要不要去做 出于我们基督的爱 你要不要去做 这是你自己的一个决定 那放到近处 你可以看看 你自己的这个家人 对不对 身边有些孤寡老人 他可能需要陪伴 出于青春期的孩子 或者出于青年期的这个孩子 他很迷茫的时候 你要不要去陪伴 一些都是我们所要关心的 不单单是外边这些 像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这个战争 印尼的这个 在那边的医院被炸了 这些不单单是这些事情 需要我们去关注 需要我们去关心 那身边 请谈整个教会的意图 请谈整个教会的意图